一開始會想在這個房間禱告是因為 我有一次從廁所出來 然後我孩子房間的門上面就有這個海報 是以前想要貼給孩子看的 結果發現這個對我也很適用 所以就決定用孩子的臥室來當作禱告的地方 那進來之後呢 我的佈置是 會把枕頭放在這邊 等一下就會跪在這個地方 那手機千萬不要帶進來 最好是帶一個水壺裡面裝溫水 可能要禱告到口渴的時候可以喝這樣就好了 那我也先說明一下 這個只是個人的一個經驗 並不是最好或是最正確的方式 我就是在家裡找一個角落 像是那部電影war room一樣 有一個固定的地點可以禱告 這樣比較幫助我養成定時定點禱告的習慣 那我的設計是這樣的 在這個牆面的最左邊 會有一個主權奉獻的禱告 所以一進來開始禱告的時候 會選其中的兩三段來念 那中間這個 commitment 是我用來提醒自己2023年的一頁立志 那這裡是寫說 我想要終於 我自己本來的樣子 然後也繼續的進化 那第二個是 要有紀律 但是要有彈性 然後在神裡面有信心 而不是靠自己的自信心 然後要謙虛 那接下來是要保持健康 然後準備健康的食物給我的家人吃 那最後一個是深深的與神連結 然後發揮影響力 這個就是我2023年 對於自己的盼望 那中間這邊會有一些經文 這些經文是我想要把它背起來的經文 這邊都是用紙膠袋貼著 那接下來呢 這個地方是 我每一天 會大概的有一個計畫 但是可以看到這個計畫 有很多被 鉛筆橡皮擦修改過的痕跡 那是因為它 嗯 有的時候會有變化 那每一天的 禱告都有為著我的先生 另一半來禱告 禱告他不同的面向 像禱拜一就是為著他的心 跟為著他的願景來禱告 禱拜二是為著他的職場 禱拜三是繼續的認識他 禱拜四是為著他的經濟 禱拜五是為著他的健康 這邊一個折起來的痕跡 是因為本來禱拜六也有禱告 後來發現 禱拜六並沒有時間進來這邊 所以就把它先取消了 那接下來會有 我是為著我身邊的人 比如說我的孩子 然後我一起禱告的媽媽們 還有我的權柄 權柄是什麼意思呢 權柄的意思是 你的父母或者你的上司 或你的主管 因為當上面好的時候 下面也都會跟著一起好 但上面如果做出了一些 不適合的決定 那下面也會跟著一起有受到損傷 所以帶領我們的那個上層 他的身心靈是健全的 觀念是有愛的為人著想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要介紹一下 我會使用的一個好工具 是這一本 禱告手冊 應該在實體的書店跟網路上都可以 找得到 那側邊呢 我有直接做了書籤 所以當我要找 哪一個是哪一個的時候就比較快 不用去找那個是在哪一頁 那這個是為著平靜安穩的睡眠禱告 環繞火牆的禱告 還有為著我的家人的禱告 有一些已經是 有時候會流眼淚 就把它弄濕了 然後還有為信主的家人跟朋友禱告 然後為著權柄 還有這後面是肯定的話語 那這些呢其實很簡單 他已經有填空的空格了 就把這些名字套進去使用就好了 那如果我的身邊的人有不平安 或是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我也會特別用這個 環繞火牆的禱告 來為朋友們禱告 那接下來 來講一下為朋友的禱告 我會有另外寫下來一張 就是他們的名字跟他們最近遇到的事情 我會稍微寫一下 然後我唸他們的名字 然後為那幾個事件禱告 那如果是跟孩子禱告相關的 我會很推薦這一本 為孩子的屬林聘革禱告 它是小小的一本 然後一本也不貴 那以前我還沒有生小孩的時候呢 我會為我的學生也是用這一本禱告 它是有52週 有不同的面向 那如果你是一個老師 或者是你也是可以為朋友的孩子禱告的時候 也是把孩子的名字放在裡面 那以前我還在教書的時候 我是把學生的點名表印下來 然後把他們的點名表 用這個為他們每一個小孩提名 那一天的班上有哪些小孩就用這本書來禱告 接下來想要特別介紹的是這個 365天的復興禱告卡 這一盒是1、2、3月 那它是每個月的每一天都有 一盒打開 有好多好多張 那譬如說 今天是3月20號好了 它的正面就有一段經文 我記得我以前有一集的YouTube裡面 有介紹過Soap的讀經方式 它就是用聖經你選一段經文 scripture 然後後面是observation 對於這段經文的觀察 然後application 怎麼應用 加上prayer 最後用這段經文來禱告 那這個前面就是它的scripture 那後面呢 的第一段 就是對於這段經文的觀察 就是它的observation 跟application的結合 它就等於算是同一段了 那最後一段就是prayer 禱告 這樣也很方便 就一次拿出一張很有定向的 來為這一段經文禱告 可以用在那一整天要發生的 很多很多事情裡面 這個也可以拿來送人喔 或者是隨身攜帶來為朋友禱告 也是非常的適合 那最後來介紹這一面鏡子 這面鏡子的特別之處在哪裡呢 就是它的一圈 我會寫上一些正面宣告的經文 它是我的truth mirror 我是用像這樣子的紙 你也可以挑選你喜歡的紙 或甚至便利貼也可以 在這個每一次照鏡子的時候 就可以拿這些經文來宣告 甚至有時候抱著孩子 在洗完澡擦身體的時候 也會用這牆上的經文來為它宣告 好 這個就是我的禱告式分配 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是我目前用了好幾個月下來 覺得很方便使用的 這樣子在有一個事先的規劃 就不會在一進來的時候 沒有頭緒 不知道該從何禱告起 那可能以後還會有不同的修正 也請大家有好的方法 也多多指教 謝謝今天的收看